传说湖中仙女托举而出的宝剑 成为了日后亚瑟王所向披靡的武器 持有此剑的亚瑟王在十年中 打赢了十二场重要战役 然而关于他的传说 却是大法师梅林编造的骗局 在亚瑟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后 作为一个随时要征战的战士 他还没有一把适合国王佩戴的剑 护卫向大法师梅林推荐了一位最好的驻剑师 他能够根据每个人的特点 定制出独一无二的剑 梅林听后即刻准备启程 只是出发前他将亚瑟叫到一旁 他早已看出亚瑟对威尔的胆情 只是如今威尔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 他应该立即切断这份情感 另一边 侄子莫若母的太后 也察觉出了儿子亚瑟与威尔之间 那份不可言说的情感 为了阻止他们酿成大错 一早便找到威尔想聊聊他昨晚的洞房之夜 但威尔却表示自己不想做过多的讨论 太后的一番话饱含深意 虽没挑明威尔内心也已经十分清楚了 另一边 梅林经过跋山涉水 终于找到了隐藏在深山里的驻剑师 只是驻剑师性格古怪 得知梅林不是为自己驻剑 对方立即拔剑请梅林离开 梅林随即表示这把剑是为新国王而铸造的 而且他可以提供新国王亚瑟的一切信息 以便于驻剑师为他量身定制宝剑 梅林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蛇 终于说服了驻剑师为亚瑟定制一把 专属于他的宝剑 仅仅一夜过去 驻剑师就完成了他的巅峰之作 驻剑师想要亲手将宝剑掀给国王 但梅林却认为他的身上充满杀气 不适合觐见国王 而驻剑师也固执地不肯交出宝剑 梅林本准备用巫术夺剑 结果却一不小心没有掌握好力度 让驻剑师葬身火海之中 驻剑师的女儿赶来看到这一幕 将梅林视作杀害父亲的仇人 趁着梅林愧疚不已时 待梅林缓过神来才找着森林深处追去 小女孩奋力跑向湖边 爬上小船向湖中央滑去 紧随其后的梅林极力劝说 但愤怒的女孩表示这把剑应该沉入湖底 梅林迫不得已只好再次使出巫术 渐渐的湖面开始结冰 梅林缓缓踏冰一步步靠近 冰面撞击到船身 将女孩带着宝剑一起翻入湖水中 她奋力向上游 最终却只将宝剑托举出结冰的湖面 女孩拼命地拍打求救 但冰层太后梅林用剑柄也没能砸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孩沉入湖底 回到宫殿后 梅林选择隐藏这场悲剧 并编造了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称她在途中来到一片满是迷雾的湖边 当她穿过迷雾后 便看见湖中央有一个女人 将此剑托举出湖面 得到宝剑的亚瑟开始了她的统治生涯 而她那位要与她争夺王位的姐姐摩根 也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这个村庄有一条荒唐的潜规则 头领可以享有每个女人的出业 每当女人出嫁的前一晚 她们便会实施禽兽般的刑警 这天国王亚瑟在森林中巡查 忽然一个女孩冲出来求救 亚瑟立刻带上女孩骑马赶去 正看见一群人对一个男人实施侥情 他当即以国王的名义下令放下男人 村民一边照做一边向国王指控 他们要绞死的是一个杀人犯 所做的也是正义的判决 完全不必劳烦国王 但亚瑟却坚持表示他们不能够私下处决 于是叫他们明天前往城堡 由亚瑟亲自审理这起案件 第二天一早 亚瑟便命人在城堡里搭起了审判厅 参与审判的双方也来到了现场 星头领指控男人杀死了他的哥哥 也就是村庄的上一任头领 而被指控的男人对此也并不否认 星头领表示他的哥哥当时是去收租的 而男人看了一眼身旁的女儿 并未做出正面的回应 他似乎也并不想这场审判继续下去 亚瑟见识有引擎但男人并不信任自己 只好下令暂时休停 准备从女孩身上寻找突破 于是亚瑟找到威尔帮忙找女孩聊聊 威尔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告诉女孩 亚瑟是一个好人 他愿意倾听人们的疾苦 但女孩却表示没人能够帮得了他们 而且一切都是因为他逃跑在造成的 威尔惊讶地表示 难道没人制止这样荒唐的行为吗 但女孩却绝望地摇头 因为作为平民他们根本斗不过庞大的家族 威尔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亚瑟 而男人在之走了女儿后 也终于向亚瑟坦白 但他不愿当众说出事情 只因不想让女儿得知自己的身世 从小被寄养的亚瑟 自然也能理解这样的心情 而女孩此时也站出来告诉父亲 他早已知道了一切 但他这辈子都只会认定这一个父亲 随后亚瑟便在审判庭上揭破此事 然而星头领却面不改色地表示 这是他们村庄的生存之道 亚瑟立刻下令这项陋习将不复存在 对男人的处决也只是将他逐出村庄 星头领对这样的审判结果自然不满意 亚瑟坚持着他内心的正义 而一直与他作对的姐姐摩根 却比他更会收买人心 老修女拿出金币摆在打手面前 不久后 老修女就血淋淋地被带到公主摩根的面前 摩根表现得心急如焚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二人的计谋 老修女正是当年乌瑟王将他送去修道院 15年来一直陪伴着摩根的人 在他身边已经是圣似亲人般的存在 而老修女选择伤害自己 是为了帮摩根赢得明星夺取王位 他们先是让手下假扮成强盗 在各路商道上劫略 这让民众们纷纷人心惶惶 而摩根则假惺惺地安慰民众 表示他会派遣信使去找亚瑟王反应 但过去很久依然没能得到的帮助 民众们渐渐对亚瑟王失去信任 又在此时与老修女合作 上演了一出大戏 在寄明宴会上 摩根先是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 随后摩根将老修女买通的打手叫上台 老修女当场指控对方打伤了自己 还不等男人反驳说出事情 摩根就了结了他的性命 随后向众人宣告 以后若有人犯罪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而他也会保护所有受到伤害的人 摩根就这样步步为营 赢得了百姓的支持与爱戴 他也像亚瑟一样在城堡里开了审判厅 帮民众们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 告诉生活困难的百姓 可以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 每天都有人挤满大殿 希望摩根公主能够聆听他们的烦恼 这天首先觐见的是一家三口 但女人却表示 自己与孩子已经和孩子的父亲分开了七年 七年时间里 父亲从未抚养关心过孩子 现在却想要把孩子带去他的农场干活 女人希望争得孩子的抚养权 而摩根二话不说 上前出嫁用五头山羊买下这个孩子进宫做仆人 母亲当场拒绝 而父亲却开始讨价还价 摩根认为男人为了几只羊就肯出卖自己的儿子 根本不配做一个父亲 立即令人将他赶了出去 虽然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摩根却渐渐在民众心中建立起了信任 比起那位还在和兄弟的妻子纠缠的亚瑟王 的确要显得可靠许多